職業時數給應屆畢業生的職缺 相對於前兩年是大幅增長 35.8% 可是如果我們看應屆畢業生 現在在一二月已經開始啟動的 招鳥求食行為 其實反而是比去年少了3000 所以我相信比較鼓勵 未來想要找到好工作的應屆畢業生 其實在今年反而可以提前開始啟動 競爭反而比予廣 那在找工作的方向上面 我們有特別發現電信通訊產業的職缺 大幅成長大概80% 那軟體相關網路的職缺也成長大概20% 那這兩個區塊其實都是屬於 在未來的 比較不會未來的科技應用的趨勢 所以可以可親近的一個多有益 那今年的薪水有半數以上是連環8 那相對於前兩年 班數以上是27.4% 多了1000塊 那其中比較高的像運輸物流 那房仲不動產的部分 還有醫療保健相關的 他們企的班數上其實就超過3萬塊 那我可以了解一下 我剛剛看了怎麼爆料 這個產業最受學生歡迎的 其實就是零售 或者是一些比較一般的所謂的服務業 那其實這都是普遍是異性的 那相對的也是學生異業之後 最想投入的工作 你怎麼看 的確我們有發現企業釋出的直覺 跟應屆逼真找工作的方向 其實並沒有完全對勤 其實有一個職務士新鮮人很想去認證 就是跟行政總部相關的 他其實過去長年幾乎每年都是派在前站名 可是我們如果從剛剛秀出來企業上面提供的 給新鮮人的職務裡面 其實行政總部大概是派到第六名 那所以大事長方向我建議可以分兩種 一種是如果要從事跟自己的畢業科系相關的 那例如說你是理工科系 就可以多考慮跟資訊系統相關 跟研發工程相關的 因為他們的資訊多 然後他的起薪高 以後的心事含跳也不錯 那如果是想要從事跟自己的科系不相關 就是所謂無限科系的 除了門市營業或是零售這些 其實像業務銷售類 相對來講 他的起薪會比門市營業會好一點 所以以後的心事含跳也會比較高 那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 因為我們學生一畢業 不管什麼科系 我選的都是一些比較低級的工作 你怎麼看這件事 剛剛我們從新鮮人的求職過程裡面 可以發覺第一名是因為他不會太了解自己要做什麼 那第二名是因為他不太了解職務的內容 以及新的情況 還有他會擔心他沒有工作經驗是不是會有人要用他 所以會證這樣結構的原因 基本上是在於對自己跟對職場不夠了解 那我覺得這些對自己不夠了解 跟對職場不夠了解的時候 後者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就是第一個先去了解職場的現況 如果我們知道職場每10個職缺就有6個 他是接受業界畢業生的話 其實我們根本不用擔心 就沒有經驗的問題 但是他信心度會比較強 信心度比較強才敢跨出去大膽去嘗試 好 第二個是如果不了解職務的內容 網路上有太多免費的資源 可以去應用 他要花時間去研究一下 像以職業的職務大阪課 好 最後比較難克服的 其實對自己不夠了解 你等到畢業的時候 如果才來開始探索太晚了 那可是從一些數據來看 我們會鼓勵應屆畢業生期 行動彼思考 就想清楚未來的重要 就是說你在沒有想清楚之前 你還是可以先啟動 先找到一份工作 在那一份工作裡面 從做中學 然後在裡面繼續探索 最適合自己的方向是什麼 這樣會比停在原地去想清楚 連你不知道你多久才會想清楚 才啟動會比較多 所以那這種結構會不會向下的 來延展的話 是不是從教育端的方面 學生就應該要對職場上的 生態比較了解一點 我發現是學生都完全不了解 那這個部分學舞致用 你怎麼看 其實在學校唸的科系 是不是直接要跟以後的修業 直接去對應 本來就簡單簡直 因為你說我們有一些哲學系的 那在學校科系裡面 也沒有一個科系 叫做業務系 所以比較重要的是說 你在大學的階段 要能夠把握那個機會 先去探索 其實要提早開始探索 自己的職雅的方向是什麼 然後對於職場的了解 我覺得也應該提前啟動 例如說 到底在職場上有多少種植物 那每一種植物它在從事的課程是什麼 其實在學校已經有一些同時課程 其實開始在幫助學生 去了解這些課程 所以你只要在畢業的時候 好 如果你有信 剛好你念的科系 符合自己的樂器 其實你是比較容易去找自己的方向的 那如果 就剛好念了4年 他第一的時候 就發現說 那就不自己有興趣了 那其實還是有很多機會 因為我們大概有 一半以上的空學 其實是無限科系背景的 那其實就這樣勇敢 踏出去 比如說 我們在學校沒有當過業務 你沒有實際去從事那個職務 你是沒有 不可能真的去了解那個職務的幹部 那體驗過了之後 有的會在裡面找到熱情 那有的人 可能會覺得這個不適合自己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 學習跟砍索的過程 謝謝 謝謝 需要聽見人嗎